本土 民主 反共 保留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普羅政治學院維園年宵攤位現正招募義工 如果您可以在年宵期間過來維園幫我們手 可以將姓名及聯絡電話 電郵到hkpolytariot at gmail.com 又或者打24673088報名 多謝大家支持 字幕提供 遲了五分鐘 但都開始了 冒著嚴寒 現在好像是好一點 沒有那麼冷 但是昨天突發 所以有很多人都沒有空 包括我身邊的Daniel 因為他是在現場拍攝和報導的前線記者 所以我就特地請他們說一下昨天的事情 因為大家都知道昨天就是港大學生圍剿李國璋 但李國璋最後是著草成功 這件事就有很多話說 首先那個起因就是 為什麼那些人會示威呢 其實昨天本來是說 港大的白浦委員會去搞第三次大會 其實是開了還是沒有開的 還是開了之後再示威 他們開了一個會議 會議當中就會表決會不會成立一個叫做香港大學條例專責小組 這個是學生和霸委學生提出的 那霸委自己就通過了 簡單來說就是他們要求梁振英或者以後的特首 是不能做這個當然的香港大學的校監 因為香港大學校監就有權力去委任這個校委會的成員 包括主席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其實是 不是說 雖然他也是一個叫做學生鬥爭 以前也發生過的這些 但他其實那個 那個重點其實是想香港大學解籍 為什麼港督就有權力去管大學裏面的東西呢 這是一個殖民的體制 還有一個過市的條例 是的 其實這些東西和公共條例 那些東西其實是整套東西是凍結了 然後就過到97之後 都是繼續用這個殖民的體制 基本上他們那個 就是罷貨委員會的目標 其實是將它轉移去這個解籍或者學校整個體制的問題 因為之前是你那張反你那張 你那張在眾人的意義之下 都是被委任了這個 因為他不用 他是釋顏你的 他們就不再只是罷貨你那張 罷貨那個體制的問題 因為那些學生有提到 其實他們之前好像看了 有一點點憐憐和不可以的建議 就是說你不可以 這裏發生事你就打這裏 那裏發生事你就打那裏 你會疲於斌命 就是這次發生陳迷民 你就打他 然後你那張你就打他 你是真的想改變 你就要從制度上改變 於是他們不是說會開始看出 要修改一些過時或者不合時的條例 這個我記得是 不知道發生了沒有 還是他們已經 還是沒有搞 其實去年年尾也聽到他們 會搞八大院校一起搞的什麼公投 總之都是關於這個大學條例事 就是說為什麼特首當然會自動成為了這麼多大學的考監 但是這個就是廣大自己做 但是為什麼會搞到會為他們 一開始就叫做和平請願 一開始會議就改了 自從去年那些校委開會 大家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在說 不知所謂的否決別人言論 為何否決 昨天問有名副校 是否沒有問候他 是否學術地位不高 就是那次 在大學被人圍得很厲害 那次是否衝進去 那次也有衝進去 那次就是 就是衝進去 所以盧總某就出現了 學生在內衝進去 你那張就說 這些是否文化大革命 這些是否紅衛兵 好像在被人鬥爭 他也是 他被人鬥爭 其實也對他 所以他開會地點就不同了 即是新一屆的下衛會 去年之前已經改了 就去了沙酸道 其實他講來講去 我也不知道是哪裡 我不是港島人 但是你也是說那裡很偏僻 簡單來說就是馬里淵旁 就是沿博富林道旁邊的沙酸道 在山上 就是一個近海的地方 吹到海風 很冷 是的 那天 冷不是一個主要考量 我想主要考量 就是第一地方偏僻一點 因為他們甚至乎入口也要斜路 那些人去聲援 去罪人會比較難一點 其次就是 一謀兩點說 便容易警察會上來 去捉人 警察容易上來 是的 但我覺得這個好像不相信成立 其實在香港來說 那些警察都很容易來 其實不如你說在香港大學 那些警察都更容易隔離 就是西區警署 是的 如果你要再上來 都要坐車上來 其實這個 如果警察的話 其實香港是一個警察國家 他的警察 他的總人口很大 那個比例 不知為何香港這麼多警察 加上附警 之類 他又有很大的權力 可以無緣無故截定理財政 這些事情 其實在外國是沒有的 這些其實也是殖民時代的事情 那下委會就開了會 馮敬恩就在會上提出他這個要求 要求好像都不是說reject了 好像都是說兩個月之內完成 總之就沒有立即答應成立這個檢討的小組 但是 因為其實 我想大家的情況就是 他不是即時答應你 就算他口頭答應你 你也知道他會有很多行政上的事情 可以挽救你 即是不停拖延 或者扯到你 就沒有一件事 所以他不是立即答應 或者某個時間表路線圖那些事情 所以基本上是 就給不到一個交代外面的人 因為都來了那麼多人 所以就開始就違了 然後就說要直接對話 平時本身你們失信 本身校委那個專業 失去的信用別人都不相信你 首先 這是第一次李國章主持的會議 李國章擺明 就擺明就是 來搞東西的那樣 所以 所以基本上 昨天 提出一些會議 其實都只不過 或者要對話 其實都是 大家衝撞之前的一些 必要的手段 就是做了 我不是特意衝你 不過我做了這些事情 你不騷擾我 所以我才跟你衝撞 就這樣看那些 大家都見過那些很多消息 在你現場 其實那些學生是做了些什麼呢 實際上 最簡單 本來是下午五點幾 會議剛開始 之前八位學生 就跟那些保安談過 那些保安就承諾 就被他們在大陸外面 就有一個地區 有示威區的 70人 就容納70人 就被你在那裡示威 但是他70人那麼少 你說一開始都有200多 但是當天臨時反口 就說其實只是給你入30人 於是下午五點幾 就有一批幾十個學生 衝進去 即是聚集到外面 又叫開路 你看到保安出議反議 那些學生就直接拉去 保安有多少 即是沒有警察 不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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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學生就是 搞定了 成功 很難說你發展到現在 你還聽你說的信嗎 我會跟你交代 跟你談 你又再跟我談 那些學生就直接拔開鐵馬 自己進去 因為我看到 有些照片很有動感 拍著有個學生 摸著鐵馬 你覺得是因為現在 現在人們越來越激進 還是其實沒有什麼分別 只不過是現在 美國張英為首的下位 基本上由第一天開始 已經得不到信任 所以人們根本就不打算 跟他們談 就來做 但是 所以第一次就是 衝開了示範區 限制 很多學生就進去 進去 因為那時候很激動 開始聚在大樓前面門口 要呼籲多些人去聲援 那時候的目標就是 那個會議還在進行 現在大家在會議進行之前 來多些人 他不要那麼容易走得掉 還未到這個時候 那時候只是說 等他們知道結果出來之後 一定要他們下來 交代 跟我們對話 對話 什麼時候要叫警察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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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導火線就是 到了晚上八點 很嚴寒 那些人在這裡吹風吹了一個多小時 然後八點就說 現場消息指 校委會就否決了學生所提出來的動議 學生就生氣 於是就決定要塞住他們的建築物入口 不讓校委出來 校委要出來可以 你一定要從正門出來 跟他們對話 跟他們交代 其實那個出口是有多少個出口 就是正門出口 然後停車場 停車場是一個 然後再偏遠一點 就是沿著斜路走落一點 還有另外一個秘密的出口 那個就是之後你那張走路的出口 原來早就選擇這裡 就是因為這裡有一個秘密出口 主要塞是塞那個正門 其次就是塞停車場 就是停車場有電梯 可以搭電梯進來 停車場那裡 我看到人們把門鎖住了 就是拿東西鎖住了 是的 就是保安就守住 然後有些就拿一個垃圾桶 去塞住那個電梯門 其實正門和停車場的門 就不是最緊張 最緊張的氣氛 因為警察在外面佈了一排 反而比較緊張的就是 你外面草地空地 那兩個入口 對面就是警察 所以那些人是 基本上你和警察就是夾了一條鐵馬 反而那邊是最緊張 和令人的心情最忐忑 就是令學生的心情最忐忑 那就是有這個 因為我們剛巧 就是現在很近 很深思熱賴的消息就是 廣大的報警 報警就說 昨晚8點40分 那一陣子 就有人破壞了那個大樓玻璃門 這樣 我相信是 都當他是刑委的調查 我相信是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玻璃門的問題 或者玻璃門是 我沒有見過 然後當時可以現場聽到的是 警察自己說 就說接鑊校方報案 就有人打破玻璃門 需要進來調查 我要開路進來調查 就是因為這樣 再早之前 警察用另一個藉口衝進來 如果要交代 為什麼警察衝進來 就是 李國章和馬飛心 曾經一度在大約8點鐘 那時候 就在正門那裡走出來 就打算有一閘奧安兩排人 他打算就這樣走出來 他打算就這樣走出來 但那時候已經有400多個學生 被學生圍著他 不讓他走 你一定要他交代 他當然不會拘捕學生 他完全不發一言 你那張是不發一言 有些報案就圍著他 他見到他又不出聲 又出不了去 唯有被迫著回去 因為回去的時候 門就開了 門開了 有些學生其實是想著 乘機衝進去 那就與報案有激烈的衝突 但是他這個東方日報的報道就說 當然是他們自己說 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警方和報案人士之間那些 即是說有人被破壞 那個玻璃門 還有有多人強行進入那個大樓 但實際上是沒有出現過佔領 或者很多人進入去 最多都是 這些人沒有成功進入去 我想就算進入去 也被淘汰 你沒有人在後面一起進來 那你在裡面就反而被淘汰了 被淘汰了 然後根據陳亞明的說法 就是有一個人很大聲地罵他 就說有人受傷 我要進去救護箱 之後他就被報案拋了一下 然後就拔走了 然後順利關門 馬飛心進去了 然後發覺聲稱好像很急 說要進去救護箱 那個人就沒有進去 主要就是 目標就是想關門 令到馬飛心和你那張進去 當時在保安拉車途中 就中途一班警察衝進來 目標就不是打學生 或者拘散學生 主要是一隊人衝進來 就是隔開學生 令到學生沒有辦法 第一 拔開門 沒有辦法拔開門 起碼沒有辦法拔開門 進入去和你那張說話 也沒有辦法再拔回你那張 或者馬飛心出來 當時他們說 那個理由就是 接到報案有人受傷 所以就要進來 其實這些就是 他們現場亂說 都只是一個藉口 你是不能證實的 有沒有人說報案 有沒有人受傷 我看到整件事 就是很孤單的 這個學生 首先是 老師早就已經說了 不會霸課 不會霸課 不會霸教 其實港大基本上正常運作 第一是這樣 第二就是 學校本身也是管理層 或者是當時 在大樓裏面的職員 或者那些 有一個叫做 什麼學生資源 還是 有一個幫你那張走的 就是 有一個學校的組織 不知道什麼學生資源 什麼事務處 總之他就幫你那張說 我們你那張稍後有話說 就令到那些人散開了 就是說 學校 老師不管 學校的建制 他的機制本身 都跟這個警察 是非常緊密的聯繫 接著 我就報案 你就接報到場 基本上 大家都很想這件事搞定 基本上整件事 除了那些學生是不滿意之外 其實是 我看到整個世界 其實都 都不太想理會這件事 可以說社會反應不算很大 甚至是那些說 警察不應該進入校園 或者 他拿胡椒粉母出來 或者 那些事 基本上 我不知道是不是香港人 已經盲目到這個 其實我也明白為什麼 因為實際上 大局已頂 甚至上這個說 什麼 馬飛心 陳雅明就是夾在他中間 他就 他說 其實聽到 馬飛心和你那張之間的對話 其實是 顯示到 其實馬飛心 是 很想這件事完 和 是想幫你那張走人的 不想拿屎上身 不想搞自己一身 實際上 我有理解到 一個鬼佬 或者公利的 公利主義 這樣想 或者這樣做的時候 之前 大家在吵 陳文敏 為何 胎死腹中 他的升職 那件事 一日未解決 我還可以在中間 稍微公正地處理 但當 李國璋已經被 梁正卿任命了 的時候 其實是 米爾城催 那我作為一個 鬼佬校長 我可以做到什麼 那我無謂和他合作 基本上整件事 所謂的 所謂的 即是說今天 阿馬菲生出了一個 MASS E-mail 就說譴責 然後又說 這些是暴徒 然後就說 我們那晚拍了一些 那些片 已經給了警方 這樣 又說他 毒灰 實際上 首先我覺得 他們絕對有理由他這樣做 他本身都不是跟你同一陣線 所以其實都不是毒尼夫 他做回自己的本分 就是做回自己的本分 去打壓你 第二就是 馬菲生他現在 作為一個 肉取真板上的 權力被人架空了的校長 的校長 基本上他除了 合作之外 其實我也不知道他有什麼 可以揹 當然 有些人就找回 就找回 即是霸位之一個 叫做袁元龍 他又找回 找回 王正傑 即是其中一 霸位 他也是 就說在 不知13年 還是這兩年 就說過 即是寫過 馬菲生 因為香港的大學 本身是殖民地 開始 現在委任了 這個鬼兜校長 就是說 其實這個是一個 即是香港大學 即是重光的先兆 即是再次復興的先兆 然後大家 但一個美國人 和一個英國人 是否兩回事 就是不斷笑他 即是有些人說他誤判 即是現在 那些人的看法就是 原來馬菲生 都是 都是 很糟糕 你是來自西方 你不是應該支持自由和民主嗎 你不是應該站在學生那邊嗎 因為他一直以來 都是比較沒有那麼糟糕 在下委會的風波裏面 可以說他是一個正常人 正常人 正常人在一堆 九屎垃圾的校委 竟然會顯得 好像很厲害 甚至他自己在吃午餐 是 為什麼他來了 是啊 即是他很孤獨地吃午餐 大家都覺得很風骨 他不群人 我覺得 在這個年代 大家不可以對任何事情 包括自己 有太高的期望 或者太不切實際的期望 我覺得有點像是 一般香港打工仔 可能有這樣的經驗 就會覺得 幫外國打工會比香港人 或華人打工更好 其實那個分別 只不過是人家的外國老闆 其實他不是特別對你好 其實他是一個正常人 但你見過太多 那些混蛋的香港老闆 或者華人老闆 於是你會覺得 西方老闆好像 很有人性 會說人話 馬飛心到最後 晚上也要逼著 死死地氣 也要走下來 跟你交代一下 整件事是… 你那個章是沒有說一句話 是的 他真是厲害的 他是鐵了心的跟你鬥爭下去 他真是鬥爭的 所以我覺得 相應地 有些人會覺得 廣大的學生 好像激進了 或者勇敢了 我覺得也是很相應 那個對象是阿里國章 就算那些學生 他說裝備不夠 心字不夠 鍛填不夠 但是他意識上 或者認識上 都會覺得 這個人應該強硬地對付 或者我們應該不要底線 假如他這次李鵬 大家不要把馬飛心 當成趙紫陽 那些人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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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好像趙紫陽 對同學 我來晚了 但實際上就是… 我又不是說馬飛心 舔共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經常都看到很多 在國際上聽到很多 舔共的白人 其實更噁心 他舔共上來 真的不得了 因為他又不是中國人 他又不是華人 他從他賺錢 他從他賺錢 然後回去他家鄉享受 沒有問題 做得很準 都可以 但我覺得馬飛心又不是 但問題是 現在李鵬章已經成為了校委 的時候 馬飛心又可以做些什麼 他那個位置就是這樣 那… 所以… 整個局很慘 那些學生就是自己一個 自己很孤恩作戰 雖然你說之後是… 想著長期留守 李鵬章 傳出他逃走的消息之前 就想著留守 想著塞住 要李鵬章 他們一定要下來說話 不讓他們走 在未交代之前 當紀文鳳 李鵬章順利走了 那就變成一定要找個學生 去跟馬飛心聊 你怎樣今晚都要下來跟他們交代 到最後便成功 逼得馬飛心真的出來 即是馬飛心還說 你們只是派學生代表上來 在上面跟我談 那些學生就說不行 你跟我來跟我談 你要下來廣場 在草地那裡和大家交代 最後便逼得他下來說幾句 其實沒有回答所有學生的問題 那就是回答了幾個問題 是否有梁梁跟他聊 有 之前有幾個 有兩個學生都跟他說 先說 梁梁問他 其實他已經在走 已經走到門口 然後梁梁 用咪咪跟他說 問他 要他交代 但我覺得其實這件事是 當紀文鳳和 因為問題不是馬飛心 而是李國章和李國章 馬飛心 即是李國章和紀文鳳都走了 其實馬飛心下來 其實是他在圍繞 或者是他在善後幫李國章 或者是他需要下來 因為他扎在你大學校長 但是其實他說的話 反而是很吊詭地 校長已經說不出事 現在整件事的焦點 是在李國章上 問題也是在李國章上 甚至是李國章之後的梁振英 但是校長在這個風暴裏面 其實那個位置 反而顯得是可有我無的 其實學生主要是質問他 你知不知道有警察衝進來 停車場 還拿胡椒噴霧 或者是在市民推撞 或者去打我們 然後馬飛心他就說 其實我不知道這些事發生 所以責任都不在我身上 其實我只是一直上面 坐在這裡一個小時 我就打算有人跟我說話 坐一小時吃百果 然後我現在才下來 我就對停車場和警察的事 就一概不知 但是他知道今天發的電郵 其實措辭相當之嚴厲 基本上是等於是我 那晚跟你說 不關事的 但是之後就拿包刀捅你 就說他們是暴民 其實我覺得是 那一篇文章 其實他當然是認可出這篇文章 但是整件事那個電郵 或者整個文章 像是整個以李國章為首的 香港大學的高層 就算那不是他自己寫 可能被人夾出來發篇文章 夾也要的 或者他自己都可以的 其實都沒辦法這樣 總之整件事 整個封信是體驗到 港大現在的權力核心 是想取代什麼 將學生污名化 基本上就是 叫做激進了一點 但是他就說到是暴徒 所以大概整個過程就是這樣 我們待會可以講一講 大家對他的評論 好 我們休息一會 這頓真的很滿足 很開心 是好吃的 不如我們結帳吧 好 好 位記 施先生有什麼可以幫你 我想問這餐多錢 我們這裡是自傳費用 你覺得我們這餐值幾錢 就付多少錢 哇 有些這麼壞的東西 我現在又窮又沒什麼錢 那我就付零元 喂 只有這個古哥仔 也不止零元 你想一下 別人每樣都要錢 燈油火辣又要錢 食物成本又要錢 適應又要錢 廚師又要錢 裝修又要錢 清潔也要錢 你這樣不就是人家做蝕本生意 那不行的 很快要倒閉 你以後沒有要吃的 那我不應該這麼自私 你又說得挺有道理的 好吧 我決定付錢 我決定付十元 喂 十元你都付得出的 有沒有搞錯 剛才跟你說完你都沒有見到 這個是西餐 我們一於給你二百元 一人一百元 多謝 多謝 相信大家都有聽開 My Radio的節目 其實除了我們一班主持之外 幕後還有很多不同的人 付出過努力 而這一點一定的努力 雖然大家未必在鏡頭前見到 但我想說 My Radio是很需要大家的支持 沒錯 現在每個節目的月費 只需要六十八個九 你的小小支持 造成我們很大的推動力 從而令我們做得更好 請大家記得繞交節目月費 用行動支持你們的深水節目 VOLA